一招穿梳 竟成了修仙界里的工具人 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大渊者 为了改变悲惨炮灰命运 他不惜连夜下山 火速跳槽新宗门 而叶俏人 送外号叶浪浪 思前想后 拍手决定长明宗是个好去处 不是为了一天能吃上五个馒头 主要他这个人 就喜欢去热闹的宗门 不想原以为找了个新宗门 就能混吃等死 却惨被师父说为清传弟子 叶浪浪喜极而泣 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这也太悲惨了 好端端的一起摆烂 难道不香吗 可偏偏身不由己 又得被卷了 怎撂入了长明宗 却发现一切都跟他想的不一样 原本丧气厌世的大师兄 见到他 突然就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有人欣喜 有人忧天才难陪二师兄 只想专心沉迷修炼 却被他霍霍的烦不胜烦 唯独三师兄式的例外 早在先前就幻想过 若是宗门能有个小师妹 他一定勤劳恋丹疯狂投味 提到四师兄 简直一言难尽 虽然总是愿意 陪着一起疯批捣乱 可过程中 时不时会发生意外 好在叶浪浪 被收为清传不说 还洗得四个 腾塌入国的师兄 为了摆脱万人民旅主霍霍 从此便决定 带领师兄逆天改命 这边刚穿越的 他正跪在冰寒刺骨的石板上 面对月清宗 云恒先军的强大气场 不禁倍感压迫 恭恭敬敬喊着师父 云恒语气冷 但应了一声 比起弟子 他更在乎 此次出行 可有江湖油草 妥善待会 夜浪浪想来 浮游草生于墨渊崖堤 乃是治愈受损精神 石海的灵料 三界之中 无人不知 那里封印了无数魔族 凡是入墨渊者 都会九死一生 甚至还被吞噬腹中 作为养料 而他除了身上 被魔器腐蚀之外 万幸捡了一条杏鸣 但刚回到宗门 满身鲜血淋漓 却无人问津 本以为川敬修 真戒第一大宗门 会被师父疼失凶爱 可命运悲惨的炮灰体质 注定只能成为 别人路上的垫脚石 当夜浪浪浑身是伤 从魔怨崖底 捡回一条小命 回到宗门 可月清中里 所有的人都不关心伤势 全都在劝他 赶紧把灵药 浮游草交出来 只因现在的身份 是一个不受宠的小角色 原本熬夜写稿子 却一较睡醒 传进看过的沙雕小说 自幼就是孤儿好心 被云狠师父 从山脚下捡到后 便传授各种 奇门遁甲不正画符的法觉 就算他天赋很差 也毫不嫌弃 并在师门排行老二 此后在宗门 虽然日子过得算不上 千娇百宠 但也还说得过去 直到师父 从凡间带回女主后 一切都变了 素来不尽人情的师父 居然肯为了此人处处破裂 甚至毫无灵根 也愿意收女主为徒 而外人民女主人设身交替 若一言不合 就红着眼睛哭彩 因此还一度成为 各位大佬疯狂迷恋的 爱慕对象 随着事态发展 越来越离谱 以至于叶浪浪在宗门 逐渐沦为成了 女主的工具人 凡是万人迷被责怪她 就得站出来挡刀 若是万人迷 看上了她的灵根 就得拱手相让 就连处处掏心掏肺 最后还是落了个 一箭穿心的凄惨下场 与此同时 作为女主倾慕者的大师兄 眼里满是笑意 既然你好端端地回来 那还不赶紧 把浮游草交出来 相信身交体弱的万人迷 得到灵药加持 过不了多久 便能下床行动 师尊听闻此话 一向不苟言笑的脸上 也浮现些许柔和 催促快点 把浮游草交给耀阁 也好练制好了 送到芙蓉院 叶浪浪觉得很可笑 从始至中 都没人问过她的意义 难道在这群人眼中 就连说个不字的资格都没有 那她今天 偏要当众忤逆所有人 既然你们如此偏心 就别怪她不仁不义 没人疼没人爱的 悲惨女佩敬展 当众忤逆师父 结果被打得心灰意冷 连夜下山跳槽到了新宗门 堂堂九五之尊的宗门长老 怎么都想不到 弟子胆敢出言不逊 而一切的起因 只怪她偏袒不公 处处维护爱徒 却含了其他弟子的心 只听叶浪浪开口表示 从未说过 要将浮游草拱手让人 她之所以拼死跑到魔云寻药 本就打算留着突破修为所用 此话一出 作为万人迷的爱慕者 十一片刻 诉说你天资平平无奇 就算用了灵药 也纯属浪费 云恒也出言表明态度 眼下阿雀身体较弱 若是能有浮游草 加持必定百利而无一害 至于你提升修为 也不必急于一时 大不了等日后 宗门大笔开启 再让师兄去远古战场 给你带一株回来 夜浪浪看着手中伤痕 且不说浮游草百年难运 即便是远古战场里的 秘境存有 但数年一次的宗门大笔 乃是群英慧翠师傅 又平时能么保证 一定抢得到 明摆着偏心偏过头了 她不禁冷笑嘲讽 万人迷身交体 若就有理 而她就活该 死在魔云部回来 云恒看着平日里 唯命是从的弟子 今日胆敢出言顶撞 感受到被冒犯之余 上手就是一巴掌 丢下一句 天生反骨不知尊卑 便动动手指 也轻松闭门不出 若是胆敢在行事 不知分寸 就别怪她这个 当师傅的不念情面 叶浪浪擦了擦嘴角 被打出了鲜血 没想到在九死一生的 魔云牙堤都没受什么大伤 却回到宗门 被打成这样 与此同时 万人迷的爱慕者 还跑过来装好人 拉起手 就是一副虚情假意 都怪她向师傅通风报信 说你得到了灵药 才会因此被责罚 日后若是有机会 一定要好好弥补 不过你刚才说的话 就要揍舔狗 一群人大意凛然 说什么身骄体弱 难道就能因此 来抢别人拼了命 才得到的东西 她被气得冲昏了 猴和着月轻松 能有惊天地位 全都是靠折抢劫 发家致富 不想对方 却觉得她是在无理取闹 叶浪浪干脆选择烂 既然你如此在意 你家阿雀 那还不赶紧去当舔狗 反正她已经决定 从此以后 跟月轻松再无瓜葛 按照原书句 请也该下山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不料 成人不被卷钱跑路的夜浪浪 突然听到有人 在身后目骂废物 她扭头一看 既然被发现了索性 干脆承认算了 强装笑意夸赞师兄说的 针对她就是个废物 所以觉得 贵宗门高攀不起 才会拾去地拍拍屁股离开 这个操作都把师兄给整猛了 看着能代表在修真界 至高身份的腰牌 被随手一扔 顿时认为师妹一定是疯了 堂堂宗门长老 却要为了爱徒 抢夺腐游草 只因怨重炮灰 誓死不从 就将人打成重伤 夜浪浪为了摆脱 替人挡刀的工具人 当即决定和月清宗断绝来往 从此与宗无瓜 下山走到位于 五大宗门正中央的云中城 难免被眼前的一片繁华景象 迷了眼睛 虽说随便走在街上 都能遇到个非富极贵的大佬 但在寸土寸金的地方 物价也都贵得离谱 当夜浪浪路过商饭摊 前闻到香味 就不安理智 为了吃上一口包子 强装镇定借口说 住击之后才能避谷 反正远主的身子 也不过才炼气三层 安耐不住饥饿的肚子 不争气 出声询问老板的包子 多少钱一个 当听到需要三块中品零食 来换它 顿时觉得打扰了 摩摩袋子里 为数不多的零食 不仅要衣食住行 还得在物价贵得离谱的云中城 待上一段时间 现在总算明白 为什么远主在宗门 都混得当了工具人 也不愿下山 果然一穷毁 所有做事 还是不能太冲动 夜浪浪思前想后 若想欺身立足 恐怕只有搞钱来的实在 想来修真界里 最赚钱的职业 除了扶修 就是单修 而四大宗门之一的月清宗 就是凭着以此实力 雄霸一方 虽然远主先前是个剑修 丝毫不沾边 他也从没画过符纸 派不上用场 但坐吃山空 终究于事无补 好在有个过目不忘的本领 也能尝试一下 客栈之中 夜浪浪摒弃宁神 因为是第一次学着画符 只能全凭记忆 按照在宗门所见过的符文落笔下 当笔尖刚接触到符纸 就感觉隐约刺痛 想来迈出第一步之余 随着越画越熟练 定能跟扶修的技术 媲美一二 世人都知道 月清宗乃是万宗之首 却不知道师父爱徒如命 全然不顾炮灰女配的死活 夜浪浪被打得心灰意冷 果断下山谋条出路 可在寸土寸金的云中城里 却连一个包子都贵得惊人 于是为了搞钱 他不得不使出看家本领 凭借过目不忘的天赋 轻轻松松画出符纸 意图赚钱 本以为离逍遥快活 只差一步 可拿着符纸打量一看 逗大的血珠从上低落 果然还是他想得太过简单 夜浪浪发觉笔血直流 顿时有些心态崩了 虽然画符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可想到一瓶如洗的钱袋 干脆一鼓作气 继续用灵笔在纸上游走 他就不幸凭着天赋 还能有办不到事 结果画了没几张 就因为神石透之东的一声 拍在桌子上昏死过去 而苏醒之后 夜浪浪拼死不服输 咬着牙醒来就画 画了就晕 晕了还画 来回折腾的样子 就连他自己都被感动得喜极而起 总算折腾一场 还有些收获 虽然拼死画出了最低级的下等符号 再足够稳稳地赚上一笔 夜浪浪听闻 贴了疾风符的人 跑起来嗖嗖的快 他只肩捏起试探性 将符纸贴在身上 想要体验一把 稳如疾风 快如闪电的感觉 而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等贴上之后 似乎无事发生 并没有什么卵用 他迟疑了三秒 努力说服自己 要振作起来 毕竟在记忆中 不是随随便便的尝试 就能成功 终究凡事 不能太高估实力 可等他准备将疾风符 私下重新画 还不等反应 整个人瞬间不受控制般 给墙上撞了一个人 自行的大窟窿 尽管肉体上疼痛不已 可精神上的喜悦 早已碾压一切 迫不及待跑到黑市上 贩卖辛苦赚来的不易成果 不料奈何自身修为实在太低 根本没人愿意光顾生意 正当夜浪浪 见着隔壁卖小黄叔的生意豪 准备改行之际 却突然遇上一伙不速之客 准备拔刀仗势欺人 与此同时 红衣少年凭空出现 以姿势帅气拦住歹人 语气不善告知五大宗门脚下 禁止任何人拔剑行凶 歹人眼见此人 乃是长明宗亲 转弟子目中膝下的撒腿就跑 夜浪浪虽然被仗义相助 可并不领情 只因此人脚踩扶指他不耐烦 还请道友挪挪脚丫子 别害的东西卖不出去 离开宗门的夜浪浪穷的 连饭都吃不起 无奈凭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摆起了地摊 但天不遂人愿还没开张 就被仗义出手之人踩了扶指 他好里好气 麻烦道友挪挪脚丫子 踩到了别人的东西 可是很不礼貌的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 都恨不得当场扯住对方 让赔了钱再走 穆仲熙愣神过后 连忙挪开脚 表示纯属意外 还请道友切莫怪罪 夜浪浪听着说话语气还算客气 他义正言辞 揪紧衣服诉说 虽然不是很想怪罪 但你的行为 令人感受到了心灵上的严重创伤 穆仲熙没想到 仗义出手到 把人整得心灵脆弱 看着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 顿时有些于心不忍 既然如此 他愿意陪上一颗上品 临时聊表心意 还请道友务必收下 夜浪浪眼含金光 欣然收下 好在少年财大气粗 又有心无脑 低头把散落的符纸 捡起 就当此时算了 穆仲熙连忙 帮着一起捡好奇 询问道友 难道是个扶修 夜浪浪懒得跟他解释 含糊着声音 嗡了一声 与此同时 身旁围观了一群吃瓜群众 议论单看服装 恐怕是长明中的青传弟子 应该是个见修 而且修为 起码在筑机以上 夜浪浪此时还没意识到 穆仲熙是个福星 只顾着低头捡符纸 顺便听听八卦 只见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目光也被符纸吸引 想来 能跟长明中青传弟子 扯上关系的人 一定不一般 丙真定可搞错 也不愿放过的心态 纷纷上前询问 都有什么福祉要卖 夜浪浪看着 多半是散修 再开口询问心想 这次绝对能发一笔横财 毕竟散修走南闯北 多年修为大多一般 对于他们来说 低等的福祉 再合适不过 穷修女孩摆摊卖福祉 原本一张都卖不出去 不想半路沾了福星的光 没几分钟就被抢购一空 这让夜浪浪初次体会到 有个宗门庇佑的感觉真好 准备拍拍屁股走人之际 却被穆仲西出言叫住 不是说心灵受到重疮 需要补偿吗 怎么轻易叫走 夜浪浪被问得很是费解 明明刚才已经赔了一颗上品零食 不想穆重西一脸真诚都说了 是心灵受了伤 怎么可以叫这么一点补偿 原本就是随口一说的话 居然被当了真 夜浪浪想不通 怎么会有如此离谱的傻白天 还是说长明宗弟子 都是这般天真 可按理说长得帅的 在小说里绝对身份不一般 不禁开口询问你叫什么西来着 我叫穆仲西 夜浪浪顿时倍感吃惊 难怪总觉得名字有些耳熟 原来他就是原书中 为了女主自毁道心的大冤种 看着少年一脸天真 他神色变得有些复杂 从一开始觉得不太聪明 转变成了些许怜悯 穆仲西一头问号 不知突然变了脸色 所谓何意 夜浪浪也意识到 情绪转变太过明显 刻意掩饰般倾可出声 都说你是长明宗的清传弟子 不知道宗门待遇怎么样 提起此话 目中西神色略显复杂 实话说宗门好像挺穷的 记着十岁刚入门那会儿 天天啃馒头 说起来在家中怎么说 也是吃穿不愁的少爷 所以那时候总觉得上当受骗 还私底下带着师兄们一起逃跑 后来被宗主看到死气百猎 追在屁股后面不让走 害得他们鞋都跑掉了 还被抓了回去 夜浪浪总觉得离谱 感问你师兄都叫什么名字 当听到一本正经回答薛鱼 和明玄的名字后 他不禁感叹真是好得很 原书中的舔狗男配 和备胎男配都聚齐了 当沙雕小师妹下山 想拜新宗门 刚一开口就被舔狗男配 节节逼退 奈何云中城内物价太贵 夜浪浪只想找个好宗门 过上狗活的躺平弟子 按耐不住想知道 天下第一的问剑宗待遇如何 他们伙食总该不会太差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吃饭 提起问剑宗目众兮 有些匪夷所思 大家都知道 天下第一宗不努力 就会被超越 以至于天不亮就要起床打坐 当然练剑外加实战 一样都不能少 夜浪浪可卷不动 急忙询问成风宗怎么样 沐仲熙对此宗门都避之不及 因为掰着手指 都数不清里面有多少人妖 而且一向凭着相貌丑陋之人 不配入门 说到此处 他不禁忽然凑近打量一番 好言相劝 虽说你长相很是不错 可他们却只收男的弟子 夜浪浪很是无语 都是修仙之人 还搞什么男女歧视 沐仲熙摇头解释 他们的宗门心法比较特殊 所以不太适合女弟子修炼 说起吃饭 必水宗弟子人数最多 但他们因为要准备大笔 全身心都放在修炼之上 以至于只吃屁股单 维持日常所需 夜浪浪都被说得绝望了 没想到修仙界居然卷得如此离谱 干脆只问了最在意的问题 只求道友能告知哪个宗门 既能吃饱饭又能睡好觉 提起这个沐仲熙瞬间来了精神 要问宗门待遇 绝对是长明宗首排第一 不光伙食好 而且每顿都有五个馒头 夜浪浪当即拍手 决定要拜长明宗为师 就算不图师兄 多单品每顿五个馒头 也值得一去 夜浪浪为了五个馒头 当即决定要上山拜师 只是不知宗门到什么时候 才能收徒 沐仲熙思索一顿 依稀记得下山之时 宗主还唉声叹气说 想招收几个好苗子 算算时间 报名的日期 好像就截止在今天晚上 这可是出了名的大事 你难道不知道吗 夜浪浪神色有些惊讶 光顾着埋头画符 居然孤陋寡闻到 五大宗门之一 要收徒的大事都能不知 所以现在是什么时辰 还来得及吗 沐仲熙对此人印象颇好 若是能收入宗门成了小师妹 一定会很好玩 当骤然反应过来 扯着嗓子大喊 还有机会 只不过半个时辰之后 就要结束 再慢 可真的来不及了 为了节约时间 只见手中长剑一抛 伸出手 就要带着一起遇见飞行 夜浪浪想来 能遇见的修为 起码在筑机以上 但眼前的少年看上去 也一般大 竟然会如此厉害 他也不在矫情伸出 手眨眼间的功夫 长剑 便顿入云霄 虽然体验到了 一把飞一样的感觉 可速度实在快的有些惊人 就连周围的风景 都晃得人头云眼花 沐仲熙比他还要着急 因为要是在关门之前 赶不回宗门 必然会被赵长老 抓住暴走一顿 而催动剑爵加速之际 夜浪浪居然有些恐高 生怕一个 不小心掉下去 成了馅饼 不由得拼死扯住对方头发 哀嚎开得这么快 是要赶去投胎吗 沐仲熙被拽得成功裂开 只顾着疼得嗷嗷叫 能不能别拽小爷头发 可夜浪浪都快被晃吐了哪儿 还顾得上什么头发不头发 眼下越是越害怕 就拽得越紧 不想两人一度急线 拉扯沐仲熙腾的遇见飞行 都有些不稳 恰好对面羞的一声 有个方舟朝着屎来 天空一声巨响 小师妹帅气登场 不求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只求天黑之前赶到宗门 因为下山之后 穷得离谱的他 想到长明宗拜师学艺 安详晚年 薛宇眼看收督大会即将结束 无奈叹气诉说 赵长老的天才弟子 恐怕招收无望 世人都知道 长明宗百年以来 每次举行比试 都稳居倒数第一 而且待遇资源一向都跟不上 但凡有点资质的 都明智选了其他宗门 赵长老屡屡屡须 虽然挑也没得挑可 十年一次的宗门大选 总要换换新鲜血液 尽管没报什么太大希望 但若碰碰运气 说个天赋出众的弟子 也说不定 对了 穆中西那个臭小子 还没回来吗 眼见弟子默不作声 还一直摇头 想来又是偷偷跑到黑市 不务正业 不禁冷哼一声 原本宗门就靠着几个 吊锒当的青传弟子 撑个脸面 可指望他们能赢得 明年大比第一 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 找个好苗子上面 随着天色越来越暗 赵长老正打算 带着众人打到回府 不料薛鱼突然对着天上大喊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掉下来 只听一声惨叫 瞬间两个大活人从天掉 还伴随着出了名的卧槽 原本观望的众人 正准备吃瓜 可烟雾逐渐散去 好像身影越发眼熟 失去重心的前一秒 叶浪浪迅速翻转身体 完全不出意外的帅气落地 而穆中西也凹好造型 毕竟是回门大事 怎么可以脸先着地 况且他一向都把面子看得很重 只是两人落地的动静太过炸裂 硬生生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目中西余光偷偷扫拾一圈 显然得说点什么才能化解尴尬 于是趁着情绪高涨 大喊一声卧槽太刺激了 你看我刚才的姿势 像不像荆棘独立 叶浪浪竖起大拇指 不得不佩服他的临场发挥 要是不夸点什么 都对不起遇见飞行 搭了一场顺风车 一代长老苦于收不到得意弟子 怎料跟从天而降的奇葩 有着不解之缘 今天赵长老也是开了眼了 十年一度的收徒大会 竟然有人敢当众砸场子 而且还是清传的不孝徒 带着打了头阵 目中西深知师傅脾气不由地尴尬一笑 赶紧招呼着从坑里出来 赵长老气的血压飙升 指着两人的手都颤抖得不行 本以为会把宗门各大戒律 搬出来训斥一遍 不想却说了一句 修补地面的板砖可是很贵的 叶浪浪有些看不懂常明宗的摩拜大佬在闹哪样 十一片刻挠了挠头 不如帮你把坑给填上 目中西勾肩搭背 觉得没必要如此客气 反正就一个大坑而已 他师傅才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赵长老强压着把想喷出来的脏话都忍了会去 不想继续搭理这个胳膊肘 往外拐的糟心玩意儿 转眼深吸一口气 反问坑里的叶浪浪 不请自来到底所谓何意 那还用说 当然是来拜师的 说话间连忙合手叩拜 仪表此次前来的决心 还望您一定要慎重考虑他 绝对满肚子真诚 赵长老从没见过如此特别的说话方式 就连初次见面就这么令人火冒三丈 他气得掐紧人中生怕一个白眼翻了过去 坦白来说 看着拜师倒像是假的意图 气死长明宗长老才是真实目的 围观弟子眼见如此明场面 没忍住直呼牛逼 虽说同是前来拜师学艺的人 可为什么人家偏偏说了没几句话 就能被德高望重的长老刮目相看 果然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想来他们争前恐后 想被记住名字的方法 实在太过平平无奇 可薛鱼对放荡不羁的性格 很是欣赏 能在报名的五千弟子当中 一眼被人熟知 想必也是个厉害人物 若是他能入了师父的眼以后 就可以小师妹相称 那就再也不用为整日里 无聊道报发愁 思前想后就决定要做点什么 当即拍了拍师父的胳膊 暗示此人真相是个火宝 难道师父就不愿意考虑一下吗 这是哪里来的火宝真有意思 师父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眼见赵长老眼神示意他 立马说声你好 我叫薛鱼 身份乃是长明宗清传弟子之一 这个牌子可要拿好一个月后 还要凭他进行天赋测试 看上去的确像的好人 叶朗朗没想到 原来此人就是元书中的暖男备胎 薛鱼交代东西之际 目光扫向目中西 意味深长询问你 是从哪里建来的小火宝 呀 此话这是何一说的 人家都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你也别多想 他也是意外从黑市上偶遇 又说了想拜师学艺 就顺带路烧回来了 本以为薛鱼会胡思乱想 谁知道拉到一边 突然蹦出一句 你这个闲眼包 他不是傻吧 确定穿着清传弟子的长袍 不会被歹人利用 才不是呢 小火宝多可爱 怎么会像你说的那样 别有所图 你这分明是自己内心阴暗 还别人想的一样阴暗 好小子真是个棒准 既然不听兄弟言 那就吃了亏 把牙打碎了 往肚子里咽 只见目中西撅着个小嘴 依赴你能把我怎么样 叶浪浪也不知 两人在说什么悄悄话 不过刚才还是谢谢你 若不是遇见飞行从天而降 也赶不上这次的收徒大会 哼 果然不出我所料 才说没两句话 就已经开始攀关系了 叶浪浪除了头上有一缕胎毛 还算特别 浑身上下都没有能拿出来感谢的东西 那个我很穷 我没钱 我就大恩不言谢了 你可别急着走啊 反正在黑市靠着他的人气 赚了点小钱 看在你这么穷的份上 不如就把零食拿出来三七份 二八分可以接受 没想到你居然连这么一点零食都想谈 不行不行 这可是靠着生活的命根子 不能分一定不能分 转眼带着哭腔 就开始哭穷求放过 就这么一点钱 至于哭哭嗖嗖 还临场发挥演个戏嘛 算了他不要了 哈哈 你真的不要了 那我就不给了 毕竟画幅的纸也挺贵的 本来就是薄利多销 薛鱼彻底被雷到了 本以为作为修饰最基本的脸面 还是要的 可换做别人早就羞愧难当的事情 他居然可是做到这么不要脸 想来担心他会图点什么 眼下真的是多虑了 不愧是自带人气的叶浪浪 刚入宗门就成了弟子议论的对象 哦 原来就是他呀 才刚上山 就把长明宗德地板砸了一个大洞 可看样子 不过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范范之辈 居然也能被赵长老铭记在心 面对指指点点叶浪浪 索性脸皮厚到底 对 我就是哗众取宠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哎呀 这人可真是脸皮厚到家了 可别跟他扯上关系 不然指不定有多晦气呢 哼 不搭理我最好 等他找到宗门分配的独处院子 迫不及待 想要轻点赚到的零食 可突然冒出一个不长眼的打听 你可认识沐中西 认识 不熟 你想怎样 哈哈 我就是有些好奇 清传弟子 怎么可能会和外门弟子扯上关系 对了 我叫杜纯是个建修 你呢 我叫叶翘 人送外号叶浪浪 爹死了娘没了 从小就是个孤儿 嗨嗨 这小脾气 倒还挺能噎人的 呃 那个 明日有早课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也算有个照应 哦了 不就是想找个陆搭子吗 你早说啊 反正大家都是人生地不熟的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好 叶浪浪没想到 长明宗不是一般的卷 顿时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沐仲西这家伙 说好的有馒头 可也没说要上休克呀 虽然无非就是挥剑练剑学剑绝 可他昨夜化了一晚上的扶植 实在困得只想打瞌睡 好不容易 熬到可以实操 但这些人练剑的姿势 怎么千奇百怪 不管了刚才睡觉偷懒没看剑法 现在赶紧看也还来得及 果然全身心投入就是不一样 没看几页就凭着天赋 领略到了剑法精髓 叶浪浪仿佛感觉 有好多小人在脑海里舞动挥剑 就像是进入了玄幻世界 妙不可言 哇 这修修的剑法 也太逼真了 恍惚间锐气逼人 就要划破天光 等叶浪浪回过神后才发现 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 如此无形出众 该不会是他天赋一禀吧 嘿嘿嘿 你在抽什么风 一会儿坐着发呆 又一会儿大呼小叫的 听着杜纯的调侃 叶浪浪满脑子都是刚才的小人 下意识点头又接着摇头 总觉得书里的剑法像是会了 但又没有完全学会 他自带天赋 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可看了修炼剑法 总觉得有点懂 但又说不出哪里不懂 杜纯劝解 一定要想开点学不会也很正常 听说宗门里 有好几个大世家的旁之 咱们做人还是低调些为好 叶浪浪觉得说得挺对 若是太过出众 就受人排挤 那还不如低调做事 混吃躺平 记得干饭的食堂 就在这边 要是不积极点 我赶不上第一个楼菜 可安耐不住的脚步 却突然被穆仲熙叫住 还说要带着去黑市逛逛 叶浪浪目光全被腰间长剑西 听文件的材质都很特殊 就算是普通的也重的厉害 不知道你的长剑手感如何 沐仲熙的这把剑壳宝贝得很 不仅在灵气上排行第三 还是师父送了剑命 要是真的有这么厉害 那他必须得摸一下 哪怕就一下也行 不行 这可是我的老婆剑 不能轻易给人摸的 叶浪浪一脸坏笑呢 我能摸摸你的老婆吗 虽然话说得很不礼貌 可明摆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 沐仲熙由于片刻摸吧 但是只准摸一下 本以为会很特别 可手刚触碰到剑底的那一刻 除了透心凉 总觉得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小 之所以会感觉冰凉 是因为这把剑的材质 乃是千年寒冰 不过老婆剑既然没有攻击 你也很是奇怪 要在平常谁碰它 可是会被弹飞的 有什么好奇怪的 只准你管他叫老婆 就不准他喜欢上别人吗 沐仲熙被说得很是福气 可吃包子就好好吃 非要两手都拿着包子 左边啃完啃右边难不成 还怕我会给你抢吗 那倒也不是就是太恶了 这话说的确实没办法反驳 但你明明是个剑修 为什么还会画符总 不会是两刀双修吧 叶浪浪吃得有些噎得慌 喝了口水 才解释说随便画着玩的 不料画音刚落 又遭到同行嘲笑 连正规符书都没见过 全凭记忆瞎胡画 根本就算不上是个符修 沐仲熙随口指了条明路 想要画符找明玄请教就好了 不过他是八大世家 唯一倾传的符修 性格也高于顶级男相处 平日里也只和三师兄的关系最好 叶浪浪记得 此人就是袁书中的反派二号 后来因为无法破镜生出心魔 最终坠入魔道成了领头的少主 不过还是对女主一见钟情 从没变过心 最后的结局 完全是命中注定 自寻恶果 可沐仲熙自毁到心 沦为成了普通人 还不得善终 就很可惜 叶浪浪本想找个人学习画符指 可八大家的清传弟子 却是个反派二号 沐仲熙好严肃说 师兄不光一身傲气 而且还极难相处 若是有求于他 恐怕会难上加难 听闻此话 叶浪浪顿时觉得 这画符不学也罢 明知此人会坠入魔道 还是夺远点为好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 他平日在宗门里 只要能按时练剑 其余时间 就算是睡大觉 也没人会管 可还没睡醒 就被杜纯的敲门声吵了心烦 算算日子 今天应该是两位师兄 挑选外面弟子 进入内门的时间 怪不得才大早上 就火急火燎 把人吵醒 叶浪浪虽然表面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可暗地里 又偷偷练习了一招办事 总体来说 懒人也有懒人的修炼方式 反正修真界的吐纳心法 万变不离其宗 无非就是调动灵气 在体内运转 只要累不死 就往死里练就对了 而别人修炼 是为了进入内门 成为清传弟子 可他修炼 只求能混吃躺平 别因考核不过关 被赶出宗门就好 与此同时 姗姗来迟的两人 正拼了命地往人堆里 杜纯不为别的 只为目睹一眼 传闻中手拿折扇 还看上去很风骚的 明玄师兄 叶浪浪 虽然听不重夕提起过此人 可今日一见 似乎眉眼间多了几分俊脚 听着围观人群 为明玄欢呼呐 杜纯也对着有点上脑 他真的好帅啊 怪不得有很多女修 都想嫁给他了 叶浪浪一副 看破不说破的架势 还让道友脑子清醒点 说不定外人膜拜的师兄 每天就因为心境不稳 而走火入魔了 外人膜拜的师兄 要挑选外门弟子进入内门 可备受吹捧之时 却突然听到 弟子中有人说他心境不稳 叶浪浪原本只是小声议论 不料会被修为高的明玄有所察觉 薛鱼看着他也来了 就迫不及待跟师兄介绍 此人就是前不久 提起把地面砸出一个大坑的有居师妹 哦 就是那个矮个子 还长得像土豆 薛鱼有些无奈 虽然确实不高 可师兄这样讲人家 总觉得有些不礼貌 明玄冷笑出声 就许他诅咒我 日后练功会走火入魔 就不许我说他矮 本以为师弟会跟他统一战线 不想薛鱼缺一脸认真诉说 小师妹就是拿来宠的 如果师父也收个女修做清传弟子 那关系都这么清了 他一定会把修炼的东西 作为礼物送给对方 明玄对此表示无感 不过很好奇 此人怎么会知道他心境不 于是没忍住询问 矮个子修的什么道 长老闻生看去有些不解 一向冷傲的人 怎么会突然注意起了不显眼的弟子 他平日里考核成绩算不上多好 但也差不到哪里去 值得一提的 在宗门里是出了名的爱睡觉 明玄听着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如此不上进的弟子 又怎么会知道他心境不稳这件私事 而叶浪浪并不知道 因为随口一说的话 会被人铭记于心 他此时只想着怎么溜下山 把画好的符纸卖掉换点私房钱 另一边两人挑好弟子 已经回到长明宗主封报道 可身为一宗之主 秦范范却急得来回夺步 月清宗那边最近收了个极品的水系灵根 作为清传弟子 原本说是云横从凡间带回来的 可半路就被月清宗掀下守卫墙给拐走了 你就说气人不气人 话说这几日 其他的宗门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你们这两个家门排面 能不能给老夫长长脸啊 可面对师父一番数落 徒弟两人完全听不进去 秦范范想来 虽然宗门不缺天才 但年年大笔都排不上第一 整日里 沐仲熙又跟明选不对付 动不动就要搞起个内讧 而大弟子周行云 作为众人当中 修为最高的一个 却不死不活的 仿佛下一秒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一番对比下来 也只有薛鱼 还算比较正常 一宗之主 整日里哀声叹气 只因别人家的弟子 不是极品 就是极品中的极品 而他的弟子 不是在内讧 就是在内讧的路上 正当秦范范在气头上发着牢骚 不知情的倒霉蛋 已经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跑了进来 抬头瞥见两个师兄 秦范范看见他就来气 你这个小兔崽子 能不能少给老夫惹点事 天天就知道 跟那个不上镜的外门弟子 往山下跑 沐仲熙被说得一脸委屈 他除了叶浪浪 也没人陪爱 师父又不是不知道 这两个狗男男 一天到晚的成双成对 而周师兄整日里神出鬼没 根本见不到人影 更别提其他的外门弟子 都忌惮他的亲传身份 就只有叶浪浪 没有半点畏惧 对谁都一副无所调位的态度 秦范范被噎得无言反驳 没想到小兔崽子还挺委屈 随即干咳两声 缓解尴尬 现在距离大笔 只剩下九个月的时间 其他宗门都开始全力以赴 而他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弟子 既然一个个都这么靠不住 那他准备再招收一个亲传弟子 你们觉得意下如何 沐仲熙双手双脚提出抗议招 师父想招弟子 他没意见 但能不能招收一个女弟子 你看别人带的宗门都有小师妹 就连问剑宗那群不解风情的剑修 也有小师妹 宁玄不屑一笑 好一个不解风情说的 就跟你不是剑修一样 沐仲熙才不管 他就要小师妹 一直事不关己的薛宇也突然表态 是该找个小师妹 可别再找个像他一样 连大黄狗都嫌烦的人 那样一点都不可爱 沐仲熙虽然感觉被人阴阳怪气 可他却看在目标一致的份上 丝毫不起 秦范范觉得说的有些道理 毕竟他都说了四个大男人 还个个都是臭脾气 眼下也该考虑收个女弟子 还能活跃宗门里死气沉沉的气氛 只因徒弟羡慕别人家的宗门 都有小师妹 而他们身为清传弟子却没有 宗主一听 觉得此话有理 可眼下弟子众多 该选谁进入内门当清传好呢 那还用说 当然选夜浪浪了 血雨不知为何总觉得 此人若是能当他们的小师妹 那宗门一定会变得热闹起来 沐仲熙表示赞同 因为他也正有此意 明玄醋了醋眉 反正小师妹都是团宠般的存在 只要你们说喜欢那他也就没意见 秦泛泛听后 有些惊讶 没想到三个弟子会一致认同 选一个不上境的外门弟子 可据他所知 此人天赋并不算太高 还没有半点当羞世的自觉 整日里除了成天百烂睡大觉 就是没日没夜的晚上下跑 沐仲熙看着师傅还在犹豫 干脆直接耍起了无赖 对 就是那个不上境的外门弟子 反正咱们宗门的大笔 常年都排不上第一 我看今年也没什么希望了 既然选谁都改变不了 那为什么不选他呢 那就草率的定下来了 秦泛泛本来就不抱什么太大希望 眼下若是徒弟都认可此人 那听你们的就是了 而小靴子一丢 正打算上床睡觉的夜浪浪 突然被矿矿敲门声吵的心烦 他还疑惑 明明就是一个小喽啰 怎么会突然被宗主召见 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情绪 连夜拖着疲惫的身体 前往主峰参见 可山峰高耸 入云时阶更是长达九百层之多 他又不会遇见飞行 只能边走边安慰 前面路那么长总有一步能走完的 不知过了多久 夜浪浪满脸困意 强撑着身子向宗主问候 不知都这么晚了 叫弟子前来所为何事 秦泛泛一看到他就有点后悔 刚才所做的决定 晚上明明是灵气最浓郁的时候 而这么宝贵的时间 他竟然好意思浪费 果然跟传闻中说的一点没错 不光不思进取 还昏庸无睹 堂堂宗主上一秒还表情严肃 下一秒居然变了脸色 不光笑得一脸猥琐 还一本正经询问 想不想做老夫的清传弟子 夜浪浪原本十分困意的身躯突然一震 他怕是造了什么孽 要被选去做清传 秦泛泛看着他沉默不语 该不会是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 不过也不至于太过紧张 反正老夫的四个弟子 也都已经见过了三个 夜浪浪抬头看着沐仲西 别提有多无语 说好的没事一起玩 却愣是想当他的师兄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定了 收拾收拾 今天赶紧搬进那院住 听闻此话 夜浪浪自知失命不可为 于是笑起来 比哭还难看地说着 弟子遵命 秦泛泛没想到 此人天赋虽然不高 但也总算有点礼貌 不就是荣生成了清传弟子 但也不至于感动的都快哭了 夜浪浪是有点想哭 但绝对不是被感动的 如今躺在床上 满脑子都头疼得不行 想来日后 不仅要参加明年的大比 就连平常的修炼 更是不可避免 当初听说沐仲西 这么快就轮流转 日后委屈得泪流满面的人 恐怕就是他了 当得知夜浪浪要搬去内门 整个外门的弟子都炸开了锅 最震惊的莫过于 一直想去却没机会 可他整日里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要是换做宁师姐成为清传 他们也不至于如此气愤 这边杜淳满心欢喜 帮忙收拾行李 别说不声不响进了内门 他还有些不太习惯 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身份 你怎么还拉胯着脸 像是不太高兴 哎 他看着手里的符纸 以后应该是很少从主风上下来了 毕竟光是900层的阶梯 想想腿多软得不行 总之这些符纸可是个好东西 睡觉的时候贴在床上 不用来回动就能帮助你修炼 杜淳满脸不幸 只是躺着不动就能长修为 若是真的有用 那他岂不是捡到宝了 叶浪浪觉得挺有用的 但对你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 可他收拾好东西 刚走出房门 忽然就被锋利无比的长剑抵住脖子 一言不合 便张口质问你 凭什么可以进入内门成了清传 难不成跟沐仲熙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怕不是叶浪浪最欠揍的一次 别人挤破了头皮 都当不上的清传弟子 而到了他这里 却根本不稀罕 话说宁师姐能别用长剑 抵住人家的脖子吗 咱们有话好好说 何必拔剑呢 宁琴直接懵了 我都生气得这么明显了 你怎么连一点害怕的反应都没有 只听叶浪浪轻叹出声 眼神还带着一丝忧郁 大家根本不知道 我有多羡慕您师姐 羡慕我什么 羡慕我当不上清传 对啊 我可太命苦了 好端端在外门躺平补乡嘛 莫名其妙就得登上主峰 去当什么清传弟子 宁琴只觉得 这人怕不是有毛病 跟他在这里废话 别提有多晦气 叶浪浪总算逃过 被极度红了双眼的师姐刁难 此时 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的灰袍手拿 一朵鲜花把玩的男人 吸引到了他的注意 若是猜想的没错 此人应该就是 神出鬼没的周行云 于是小心上前 试探性喊了一声大师兄 叶浪浪只听那人 嗡了一声 果然跟原书中 写得一模一样 周行云算是 名副其实的桑系帅哥 还每天都在 想去死的边缘 反复蹦打 最后遇见了万人迷女主 被他救赎之后 不出意外地 加入到了女主的后宫之中 佛系的周行云 看到小尸妹头上的 一缕胎毛 很势不爽 果断伸出手 想把那作毛给压下去 可惹人讨厌的胎毛 依旧屹立在风中渡倒 还被吹得来回晃走 他心里烦躁不安 抬起颤抖的手 想再一次尝试 把那作毛给压下去 不想手刚松开 Q弹般的声音 他又跟人坐对般 弹了起来 此时的周行云 已经被折磨得炸了毛 要不是叶浪浪 及时制止 恐怕今天都别想 上主风报道了 大师兄我看 实在压不下去就算了吧 想必时候也不早了 要是再这么耽误下去 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周行云转眼将人带上主风 看见慕仲熙 随手就将叶浪浪丢下 当起了甩手掌柜 麻烦快点把你喜欢的 小师妹带走 恐怕我多看一眼 都想把那作毛给削掉 慕仲熙看着快步离开的身影 还没搞清楚状况 只觉得大师兄的 遇见飞行速度又变快了 叶浪浪缓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转眼就被三师兄带进竹林 想让他领略一下主风的景色 话说当了长明东的清传弟子 连收徒典礼都没有吗 光是女主被月清宗收徒的时候 那阵仗说是声势浩大 也不为过 看着小师妹沉默不语 血雨安慰应该是经费不够 所以就一切从典了 叶浪浪呜了一声 说白了就是穷呗 在修仙界里 最赚钱的就是扶修和担修 想来长明东这些弟子 本就寥寥无几 自然也比不上其他宗门有钱 血雨散着步 还不忘提醒 只有两节课需要上 不过不需要太过担心 反正都会有长老陪在身边 若是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当然巴不得你去问长老 叶浪浪被说的 都想趴到地上哭两声 不知道造的什么涅槽 会刚逃出一个不靠谱的宗门 又转眼跳到另一个火坑 突然一阵浓郁的灵气扑面来 他差点被吹得喘不上来气 血雨感觉小师妹刚开始 可能还有所不适当 只要服下顾灵丹 就会舒服许多 叶浪浪拿着一看 果然是个好东西 记得元书中药丹能稳定营气 若是根基不稳 可以通过此物迅速打好基础 像三师兄这样的大神 用了三年的时间 也才练出了三分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作为女主的头号暖蓝 最后都把顾灵丹献给了云雀 叶浪浪没想到 才刚当上小师妹 三师兄就愿意把三分之一的灵丹 让给了他 这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有师兄的温暖 不禁抿了名嘴 说着你可真好呀 血雨看着小师妹的可爱劲 喜欢得不得了 在他眼里 果然人人都有礼貌 偏偏那个只知道 张口索要灵丹的沐仲熙 就是个棒拳 当叶浪浪正开心地吃着 突然看到天空中飞了人影 一时没忍住 激动大喊 有个鸟人飞得好快呀 可随着砰的一声 落地才发现 此人不正是沐仲熙吗 突然从天空划过一个吊人 可把叶浪浪给惊到了 但等人落地了一看 那人不就是沐仲熙吗 岂有此理 明璇是不是想打架 不知道把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撞下来 是会死人的 明璇面对师弟 呲牙咧嘴出口挑衅 随手掏出几张符纸 你觉得我会怕你吗 叶浪浪煞时间 只觉得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好奇师兄私底下 该不会都是这么相处 薛鱼却一脸淡定 显然已经见怪不怪 小师妹不用担心 他俩都恨不得给彼此捅两刀 不过每次也不会闹出什么大动静 无非等两人打一架就好了 叶浪浪怎么听着 还有点小激动 真想看着师兄赶紧打起来 光是想想都觉得很是刺激 薛鱼看着小师妹的眼神 为什么会感觉甚得慌 话说 你是不是有点开心过头了 叶浪浪突然意识到 他刚才失去了表情管理 瞬间一改脸色 变得悲痛万分 才会说得过去 面对小师妹的虚情假意 薛鱼算是全看透了 转头拉住两位师兄 可别打了 若是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就去训练场吧 那里人多热闹 这边长明宗长老光 往眼前一站 就把叶浪浪下的话都不敢说 可尽管如此 段玉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也不顾身形巨大的体格 上去就跟青传弟子打了个招呼 而小菜鸡 一下子就被胡子拉叉的长老拍倒在地 段玉人都懵了 我不就是想跟你认识一下 也不至于这么不扛揍吧 沐仲熙也顾不上跟名悬摆者 上来就让长老下手轻点 毕竟小师妹才刚入门 你可别把人家给吓跑了 叶浪浪总算听他说了一句暖心的话 也不枉费两人相识一场 段玉被说得呵呵一笑 既然这么不扛揍 那就先学学新法吧 这本《踏清风》可是人手一份 你的师兄都早已贯通了心领神会 若是你一个人拖了整个宗门的后腿 那他当长老的三天两头 就要查你的功课 而且别怪没把话说在前面 就算是女弟子 他也很舍得用脚踹的 叶浪浪很是福气 没想到学不会还要挨揍 可长老口中说的用脚踹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姿势 为什么他会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从不吃亏的小师妹 这次却碰上了狠角色 只因长老莫名就对他感兴趣 还说要三天两头查功课 叶浪浪一脸不可置信 按理说他成了小师妹 不该被团宠吗 怎么才刚开始就遇到不懂 连相细域的巨型壮汉 段宇看着小身板这么不扛揍 若是犯了错 就用脚踹吧 反正对其他弟子都踹习惯了 突然来个女弟子 难免一时也改不掉 听到用脚踹 身材娇小的叶浪浪竟有些好奇 原本以为是什么稀罕脚法 可他很快就见识到了 什么才叫真正的狠人 只见沐仲熙看着长老阴沉的脸 就知道要挨揍了 此时段宇的眼神变得更加凶狠 不自觉的脚 就朝着屁股狠狠踹去 原本沐仲熙挨打习惯 本就不想多嘴 可当着小师妹的面 长老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下一刻 目光凶狠的段宇眼里 更加透着杀气 朝着小兔崽子的屁股 就框框踹了几脚 叶浪浪看到这一幕脸都下绿了 这下子总算见识到 什么叫做人狠话不多 他虽然很喜欢摆烂 可最讨厌被人踹屁股 于是为了逃过这一劫 在今后的三天时间 他拼了命 把长老交代的所有东西 都一一学会 叶浪浪总算意识到 临时抱佛脚 也不是全没卵用 毕竟学会了踏青锋这本心法 在被长老追着打的时候 还能闪躲得快点 沐仲熙显然已经被踹得都习惯了 他甚至还能一边跑 一边拉小师妹一把 叶浪浪还是头一次这么忐忑不安 因为两人一前一后 明知稍作休息 就被狂踹屁股 所以谁都不敢停下脚步 只能拼了命地往前冲 入了宗门之后 叶浪浪却没高兴过一天 整日里不是被长老怒骂 就是差点被痛扁一顿 还踹了屁股 而身为扶修 不用经历这种糟心事的明玄心理 别提有多庆幸 甚至还在他们被长老疯狂追赶的时候 忍不住幸灾乐祸说上两句 这么一看 小师妹果然是个矮个子 难道家里人是舍不得给你口饭吃吗 本身就是毒蛇的叶浪浪哪受得了 被人这么嘲笑 想来成天不是被追着踹 就是被欠揍的二师兄吐槽 这闹心的清传弟子 他是一天都不想当了 但说归说闹归闹 叶浪浪强压着火大的脾气 只劝自己能想开点 当刻苦修炼两个月后 他本以为糟心的日子能够得好点 可为什么 每次上星法科长老 都会让他站出来回答问题 但故得不承认 自从有了断育折磨人的修炼 外家主风 本就浓郁的灵气加持 他居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从炼器五层 达到了惊人的九层 看着唯一的女弟子 上课又不专心 一向不讲情面的长老 就让他赶紧回答钢台的问题 叶浪浪心态崩了 想来不就是在收徒当天顶撞了几句 也不至于每次都对人刻意刁难 还说什么达不上来 就要受罚去扫堂书阁 正在他支支吾吾达不上来之际 忽然发现 明璇都困得在打哈欠 既然先前被嘲讽的那么残眼下 做些缺德事 也算是对方活该 于是 秉着想坑二师兄的心态 转头报告长老明璇说 这替他混 是吗 既然你这么想表现 那就站出来 给小师妹立个榜样 明璇一脸猛逼 看着眼前的罪魁祸首 目光错愕之际 像是在表态 他妈没事的 成为亲传弟子的小师妹 不受宠就算了 还天天被二师兄欺负 叶浪浪在面对长老 提出夺命连环问 他果断决定 坑师兄一把 当听闻一向冷傲的明璇 竟抢着要表现 那为师 就给你一个出尽风头的机会 听闻此话 明璇满脸愕然 可罪魁祸首 却表现得格外乖巧 叶浪浪眼见师兄瞪大了眼 全是怒气 可他却说你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反正师兄就是拿来坑的 谁让你叫人家矮个子 还说长得像土豆 说实在的 面对长老冷不丁提问 可作死一时爽 一直作死一直爽 叶浪浪一上新法课 眼皮就开始忍不住打架 明璇眼看着昏昏欲睡的小师妹 这报仇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于是趁机不备 趴在耳边小声说了一句下课了 叶浪浪对啥都提不起兴趣 唯独对干饭情有独钟 一听下课了 瞬间从桌子上 跳起着急忙慌 就要跑去干饭 明璇看着小师妹 磕在骨子里的生物闹钟 急忙拉着胳膊声 怕人还没跑出门 就会被长老拍死 果不其然 此时的长老已经低气压 浑身颤抖 血鱼跟雾众兮 看着被甩在一边的桌子 猛逼得不能再猛逼 不想叶浪浪 还沉浸在干饭之中 无法自拔 不得不说 她的条件反射弧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原本强压情绪的长老 还在等她低头认错 可看着丝毫不为所动的弟子 直接被气得血压飙升 妈 你突然踹翻桌子跳起来 是对我的授课方式不满意 所以想站起来 扭两下注注心 明璇看着小师妹的表情 好像很紧张 只不过天理 朝朝只怪她报应不爽 不料上一秒 还偷着乐的明璇下一秒 就被当众抓包 一声怒斥 就让两个棒锤都滚出去 打扫藏书阁 明璇突然一愣 天真的眼睛 写满了关我啥事 可看着小师妹欠缬的表情 她被隔音的笑容 瞬间消失 听到有人做伴叶浪浪 倒是一脸苦笑 我的好师兄 你看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自从明璇遇到小师妹之后 不是在背坑 就是在背坑的路上 她明明可以清闲享受生活 却偏偏被连累的一起授罚 当藏书阁的预管室 看见老熟人来了 也是丝毫不客气 反正你都知道 工具放在哪里 自觉地拿着扫把去干活吧 叶浪浪一脸生无可恋 自从上了心法课后 她的脸在藏书阁都混熟了 可凭什么同样是过来授罚的二师兄 却可以悠闲自在地坐在那里看书 于是生着闷气 有意无意扫到脚下 麻烦你挪挪脚刑骂 没看见人家再扫病 明璇忍着气 默默挪开脚 反正别人生气她不气 气出病来 没人替 可我是长明宗唯一的扶修弟子 又是你的二师兄 矮个子 怎么连最基本的尊重人都学不会了 哦 你可真厉害 明璇有被冒犯到 看着小师妹敷衍又白烂的心理 目光直视之际 像是闪着火花带闪电 谁要在这个结果眼上找茬 就摆明了要跟人作对 无聊预管室突然出现 既然两人这么闲 那就罚你们扫不完藏书阁 不许吃饭 叶浪浪不满的发泄情绪 甩手就把扫帚扔到一边 总之 这破得谁爱扫谁扫 反正他是不扫了 明璇顿时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不作妖了 话说 现在都过去了一个小时 你饿吗 反正我饿了 被师兄这么一说 叶浪浪好像也饿了 那怎么办 不如我们快点扫完去吃饭 叶浪浪表示同意 拿起扫帚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预管室看着行动起来的两人 也算没白费他的一番苦心 至少他们达成了共识 以后总不至于三天两头 跑到藏书阁受罚 可没想到 小兔崽子活还没干完 趁其不备 就想偷偷溜走 预管室看着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的棒锤 不禁对旁边角落里站着的人 询问这个小丫头 真的是你说的好苗子吗 听说二师兄不好相处 可叶浪浪却偏不幸 只因在他的认知里 就没有降服不了的人 当预管室数落弟子 是个不成器的棒锤 段玉竟当面反驳 他看人的眼光不会太差 就凭夜浪浪记忆力超强 堪称过目不忘 就是修仙界里 难得一遇的好苗子 预管室则认为 只知道睡觉干饭的本性 正是修炼成才道路上的绊脚石 话虽如此 可像踏青风这样难学的心法 就算饶有天赋的沐仲西 也足足花了十多天才学会 而那个家伙 居然在短短的三天之内 已经学得熟记于心 坦白说 他不止一次向赵长老提议 让伐夜浪浪打扫藏书阁的时候 督促着多看看书 可他倒好 地势经常讽 但活一干完 转头就跑 若是再这样下去 如此可贵的天赋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预管室不语 如果此人真的像你说 有过目不忘的本 那怎么在外门考试的时候 还会那般平平无奇 话说至此 段玉也有些费解 难不成他一向没看错过人的眼光 也会出现偏差 又或许只是此人运气好 转眼吃饱饭的夜浪浪 淡劲十足 想来只差两层 就能每次回去睡觉了 明轩余光一瞥 也不知道怎么会遇上这么个玩意儿 别人带的小师妹 没吃两口就说饱了 可他接连吃了五个馒头才说 刚刚好 夜浪浪让少说点废话 要知道 吃饱饭肉嘟嘟的女孩子 才显得最可爱 你有嘴碎吐槽的功夫 受罚的两层楼都打扫完了 等到两人上楼一看 不得不说藏书阁的名号 不是白起的 光是随手拿出其中一本 都是个稀罕心法 明轩脸上露出一幅 没见过世面的嫌弃 据说这里的每本书 都是从师祖那一辈流传下来的 可谓是修仙界里 难得一遇的孤本 而且只有宗门里的清传弟子 才能进入此地 单凭外门的身份 根本没有资格踏入一步 这话说的 不禁勾起了夜浪浪的好奇心 不知书上的浴火符 是怎么画的 看上去好像还挺值钱 明轩一阵狐疑你一个 没有实力的剑修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难不成准备改行做扶修了 谁知话刚说完 夜浪浪就开吹捧彩虹屁 虽然他是个剑修 但对天才二师兄 似乎有种特别的好感 尤其在睡觉的时候 总会幻想你画符纸的样子 一定很帅 面对小师妹 突然投来仰恶的神色 明轩表面显得毫无波澜 可内心早都已经乐开了花 光是晚上幻想 怎么能有现场发挥的样子帅 说着就要展露一手 崇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明轩已经试过了 虽然过程中很爽 可结果很惨 当他被小师妹迷之操作 吹捧得分不清西北 一时兴起 迅速在宣纸上 提笔写出了御火符 夜浪浪连忙鼓掌都没停过 表面夸在二师兄 可真厉害 我都以你为傲呢 实则暗地里一笔一话都记了下来 要不是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还真记不住如此狂野的笔法 明轩的一集浪 看在小师妹这么崇拜他的份上 若是态度能再热情点 说不定他愿意交个一心半点 多谢师兄好意不过应该不需要了 夜浪浪说话间 看似有意无意 实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仅凭几句话 就将不好相处的人 骗得连裤衩子都不剩 想来全宗门恐怕也只有他能做到 转眼夜浪浪就把御火符模仿得七七八八 虽然灵气低微 可燃气的微弱的火苗 也是奇迹般的存在 明轩看着悠悠火光 在小师妹指尖游走 没想到业余的家伙 竟然只试了一次就成功了 夜浪浪激动不移 努力运转灵力 让火苗在符址上转动表演 脸上还露出卖弄的清澈眼神 像急了在等着被夸赞的小可爱 看着小师妹玩得正开心 原本明轩也并没有在意 可随着火苗越转越快 她才惊慌阻止 继续转下去是会出事的 夜浪浪听着一声怒吼 被吓得心惊肉跳 可此时才知道 后悔已经为时太晚 只见转着转着火苗 就不受控制般飞了出去 随着羞羞几声 整个藏书阁都差点被烧个金光 多亏明轩眼几手快 瞬间使出水绝宁巨大水球 甩了过去 才避免一场悲剧发生 这边两人才刚喘口气 那边狱管师就闻声赶来 看到眼前满地狼急 一石器的胡子都翘了起来 真是棒锤中的棒锤 居然敢在藏书阁玩火 难不成还想把师祖留下来的遗迹 都烧没了才满意 你俩要是真的对老夫有意见 大可当着面鸣说 无必在这里引火自焚地搞事情 明轩被骂得有些心虚弟子 怎么敢呢 叶浪浪作为罪魁祸首 也唯唯诺诺弟子不敢 狱管师都气笑了 说了不敢 还把书都烧成了渣 那要是赶了 岂不就要反了天了 对于这件事情 叶浪浪表示非常抱歉 抱歉有个毛用 你看看至少十几本一记 都被烧得破烂不堪 你知不知道此时 老夫的心都在滴血 这可都是唯一的古本啊 叶浪浪良心不安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听闻如此贵重的物品 都会有留饮食记录 故知可否拿出来一用 狱管士气的都想翻白眼 你要留饮食能有什么用 更何况那东西不准贼贵 而且还只能看一份 谁能保证看一眼 就能把所有古本都复原出来 叶浪浪说他能 反正破罐子破摔长老 若是信得过他 就将留饮食交出来 弟子肯定能一字不落地抄录下来 只因他想学鬼话扶正点钱花 不料玩火自焚 还烧了藏书阁 正当叶浪浪想补救之际 却被突然赶来的狱管士 逮得正着 此时的气氛显得十分尴尬 作为帮凶之一的明璇 也陷入了沉默 他偷瞄了狱管士 正在吹胡子瞪眼 不如就把留饮食拿出来 好让他能将功过 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 都会聚在叶浪浪身上 明璇心想他没事吧 狱管士看着态度还算诚恳 但你真的能把烧毁的遗迹 全都抄录下来 叶浪浪连连点头诉说他可以 只希望刚才玩火烧出的意外 你能大人不计小人过 狱管士冷哼一声 早就提醒过你 整日里嬉皮笑脸 没个正行 时早要闯祸 这下好了 连师祖的遗迹都给烧了 若是老夫拿出了留饮食 你却做不到的话 就等着被宗门长老批斗了 叶浪浪委屈巴巴接过东西 虽然错是他闯的 但怎么挨骂的 就只有我一个 不想下一秒 狱管士看到沉默 不予装无辜的明璇 就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羞愤转身 让两人一起去近地罚超 发得错的小兔崽子 一个都别想跑 本以为能躲过一劫的明璇 看来是想多了 但小师妹遇事 是真上的精神 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狱管士屡屡不须 回想起刚才那家伙 一脸认真的表情 该不会真的像口中所说 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吧 转眼消息 就传到了段玉耳中 哎 你听说了吗 那个小师妹又作妖了 还把藏树阁的孤本给烧了 可看着毫无反应的周行云 你倒是说句话 听说他还是跟明璇 一起烧的你就说厉害吧 周行云端着茶杯 看着对方挤眉弄眼 叙述叶浪浪的所有恶行 别说这个沙雕小师妹 虽然人不在外 云游四海 但做出的传奇事迹 恐怕早已传遍了整个修真剑 光是火烧藏树阁 短短几刻钟时间 就已经传遍了 长明东的各门各户 断玉眉头紧皱 这家伙第一次登门入宗 便将地面砸了的大坑 眼下又干出这种缺德事 可真乃神人眼 周行云面无表情 陷入了深思 所以长老到底是收了个小师妹 还是招了个祸害回来 能左腰的小师妹 一言不合 就被流放到后山境的授罚 没想到在里面 还偶遇到了同命相连的三师兄 此时叶浪浪并不知道 火烧藏树阁的英勇事迹 已经在长明东里出了名 还自顾自走在通往禁地领伐的路上 当他踏入山林水秀 沉淀着神秘古运的风水宝地 不得不说 若是在这里修炼 恐怕是个难得一遇的灵气圣地 明璇好像不止一次 在他脸上看到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告知此处乃是祖师爷的非生之地 据说还遗留了不少宝物 所以才因此被列为禁地 当然在修真界里 危急和机遇一向都是并存的 夜浪浪一听都不敢过多幻想 他只是来这里抄个书 还不至于充分头脑再寻个宝 当两人来到禁地里的石壁之处 发现已经有人抢先占了一个位子 等他定睛一看 此人不正是几天没见的三师兄吗 原来是跑到这里受罚了 薛瑜尽管知道 此地乃是清传弟子 专属念必思过之地 若是犯了一般的过错 是进不来的 可还是热情招呼着 没想到你俩难兄难妹也进来了 夜浪浪一点都笑不出来 脱师兄的红服小师妹 我把藏书阁烧了 薛瑜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也跟着一脸苦笑 转头看向明璇用手指的询问 那他呢 我俩一起烧得厉害吧 薛瑜听后再也不淡定了 这俩一个比一个能搞事情 要是牵扯在一起 还得把人给逼疯 他缓了半天才强装镇定 你俩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难不成和管事的有仇 夜浪浪思前想后 也没找到能说的出口的理由 于是选择正面回答问题 深仇大恨倒是也没有 完全就是他玩火自焚 自找的 薛瑜听到他承认在藏书阁玩火 才会被罚到这里 也确实活该 可不得不说 小师妹的做事风格 是真的有 这个宗门是怎么了 居然进出些丧心病狂的弟子 不是把物以细为贵的金书烧了 就是练出仙丹 把同门弟子读倒了 原本明璇还好奇询问老三 你是怎么被罚禁地的 可听闻做出如此糊糊人的缺德事 也真有你的 夜浪浪为了身心健康 还是决定不跟这个疯子搭话 赶紧抄写金书为好 明璇也是这么认为 反正从百草原到三味书 她已经被发得习惯了 被迫营业的夜浪浪 就算不为了别人 权威自己早日出去 也只能拿出刘以实干起大事 果然全神贯注幻想在神石世界 就没有她记不住的字 只是过目不忘的本领 虽然很强 可上千页的一记 全凭手抄也是没谁了 血瑜在旁边哪里见到过 这么叹为观止的场面 可小师妹鬼话服的样子 到底是在干什么 明璇眼见奇迹的一幕 就发生在眼前 果然小师妹过目不忘的本领 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不过 报应不爽 谁让金叔被她烧了 为了平息此事 不得不在预管室面前 答应将一记抄写的一字不落 这话让血瑜听得很不爽 不用想此事 也二哥脱不了关系 不然好端端的你 怎么也出现在这里 夜浪浪落笔有劲 只要抄不死 就往死里抄 可时间都过了这么久 她实在头晕目眩 手指发麻的不想动 明璇怎么可能轻易 放过小师妹 这要是半途而废 刚才的努力 岂不是全白瞎了 实在不幸为凶 给你捏捏胳膊揉揉肩 无论如何 你可一定要撑下去 夜浪浪小手一伸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能不能轻易放弃 你俩快点扶震起来 震还能抄 可她刚说出口的话 才坚持了半个小时就打脸了 无论如何 震都不抄了 赶紧让震死了算了 明璇急了 只要小师妹撂挑子不干 那她肯定得为这件货事 背锅跑不了了 实在不行 让老二把练出来的丹药 全都拿出来补身体 你也一定要挺过这一关 夜浪浪好感动啊 抬手抹了抹灵气 耗费流出来的鼻血 听你一番话 震觉得又行了 身为单休的三师兄 靠着同门弟子 以绅士药才换来的小药丸 竟被人送外号夜浪浪的小师妹 给吃得渣都不少 可吃着吃着 她怎么觉得浑身抖擞这种感觉 就像是要成功破镜了 明璇听着无心之言经的 拿扇子的手都在颤抖 是个人都知道 同极破镜 还是极难突破的坎 可你话说的这么随意 很容易招来同门嫉妒的 血鱼陷入深思 有没有可能 小师妹是超书魔症了 才会靠着鬼话 服意外破了劲 可单修要依靠炼丹 剑修要依靠炼剑 她一个剑修化了几个灵符 竟然也能突破修为 明璇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小师妹是个修炼奇才 可她明显两道双修 又有着超乎常人的灵物能够 夜浪浪闭眼吸气 感受着神识之间的灵气游柔 看来她被罚到禁地超书 也不全是一件坏事 至少一边靠着吃药 一边维持体力 再加上一剂服务加持 确实因此 破宽了原本寥寥无几的尸海 两日后 玉管是按时跑到后山禁地查探情况 没想到难如登天的事情 还真被这家伙都做到了 好在江公鼓过她满意的笑了 只是其他无关紧要的人 可以先行离开 唯独你这个纵火主谋 要单独留下 夜浪浪看着没良心的师兄 跑得一个比一个快 真是玻璃琴声说碎就碎 你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还不快点跟上老夫的脚步 上了藏书阁三楼 玉管是像在翻找极为重要的东西 当拿出破旧残卷的那一刻 夜浪浪就知道 还没恢复好的体力 又得过度消耗 玉管是开口直奔主题 既然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不如帮个忙怎么样 看着泛黄的纸叶又脆又薄 不禁嘴角一抽 他实在不想抄 若真有这个公布 回去睡觉 难道不香吗 玉管是当然知道 对付捣蛋鬼 根本不能按常理出牌 你看这卷残卷 已经存留了数百年 上面不仅记录了上古单方 更是师爷留给后辈学习的一番心血 难道身为常民宗弟子一员 你真的对于此事 能无动于衷吗 夜浪浪满脸拒绝 抄写一记 都已经够累的 更何况还是上古残卷 此物一旦打开 就连祖师炼丹时的场景 也能映入眼帘 可正因如此 才会极其耗费灵力 搞不好他的实海都得给炸干 写残卷那得是另外的价钱 常民宗的祖师爷 要是知道他人都死了百年 以后还会被弟子窥探神识 估计打死都不愿说出 半点有失身份的话 当玉管是亲眼见证 弟子过目不忘的本领 不是空有虚名 于是百般讨好 想让他凭着真本事 复原残卷 夜浪浪看透了 用人在前不用人在后的嘴脸 干脆把话 挑明了说超书可以 但他的睡眠时间 可是很宝贵的 玉管是老脸一黑 难得对这家伙刮目相看 可他现在却连半点 宗门情面都不讲 明知道常民宗都穷得 接不开锅了 怎么能好意思要钱呢 实在不行 身为管事 兼职炼丹阁负责人的我 送给你一瓶丹药如何 夜浪浪一听 就觉得划不来 才给一瓶丹药 还不够他补充耗费的灵力 更别提另外 对睡眠时间的补偿了 看这一身反骨的家伙 说走就走 玉管是咬牙 忍着痛在家两瓶最多了 你小小年纪 做人可要是好歹 夜浪浪伸了身懒腰 怎么突然困得不行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早点回房间 追觉算了 玉管事急了 连忙揪住辫子 你别走呀 实在不行 难再商量商量 看着对方面目表情 他干脆准了小兔崽子放荡一把 只要老夫交代你的残卷 能够按时补全 那炼丹阁的灵丹妙药 随你可挑 夜浪浪想来 铁公鸡也是出了大手笔 这才笑嘻嘻表示成交 你要能早这么爽快 说不定他早就完成任务 回去睡觉了 虽然成功把对方说服了 可遇管事 怎么总有种别人摆布的感觉 而且还觉得 一切顺理成章里外 说不出那里出了问题 夜浪浪拿着上股残卷脆弱的外表下 使得他也不敢轻易打开 若东西还没开始超旧残的吊渣了 那就真的得不偿失 思前想后片刻 还是觉得用神识窥探的方式 最为稳妥 转眼陌生 也不完全陌生的画面 映入眼帘 虽然跟如今的藏书阁差别不大 可处处都显得寒酸不堪 更是跟别人家华丽的宗门外表 没法相比 等他走近一看 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 坐在炼丹炉前 嘴里还一直絮絮叨叨说些什么 哎 老夫的配方放进去几个了 怎么宁幽花还拿在手里 随着霹里啪啦的火声传来 长明宗的祖师爷又开始抱怨 真是气死老夫了 宗门里的狗都快饿死了 他还不得不坐在这里练担 等有一天他有钱了 还不如早点回家养猪 还能吃口猪肉 叶浪浪没想到 长明宗的祖师爷 竟是个不在乎外表 只在乎内在还挺有想法的老头子 要不是条件不允许 他倒觉得归隐山林养养老母猪 也没什么不好 可祖师爷抱怨归抱怨手里的动作 是一刻都没闲着 只见不到半盏茶的功夫 就将一炉子丹药练化的金光闪闪 喜人的狠 叶浪浪用神识窥探完后 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要是现在不开始提笔抄袭 恐怕再过一会儿 刚才的画面 就晃得他头晕目眩 倒地不起 玉管饰演都瞪直了 没想到这家伙办起正事 还挺靠谱 没多久 便将残卷补血的整整齐齐 话说都流鼻血了 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 可别晕倒在藏书阁 竟给老夫添麻烦 叶浪浪伸手接过钥匙 还顺带手服用了薛鱼送的大母丹 这幸福简直来的 不要太突然回房睡觉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眼下抓紧时间 好到炼丹格好羊毛 才是正经事 本应该人见人爱的小师妹 如今却成了 封批诚信的鬼见仇 这边才刚弄来炼丹格的钥匙 就打算悄悄潜入房中大捞一笔 可只知道吃得夜浪浪 知道哪里的东西最好吃 却偏偏对炼丹制药了解的不多 思索了好一阵 猛然将主意打在了三师兄身上 既然他不懂 但他可以找懂的人帮忙 反正多少给点好处 像这种送上门的好事 应该没人会拒绝吧 于是趁着夜色鬼鬼祟祟 敲开了醉毁炼丹的三师兄房门 血雨瞅见鼻子上 还有血迹的小师妹 都被吓了一跳 突然登门拜访不知道的他 还以为大半夜的看见鬼了 平日里明明睡觉最积极的人 今日怎么变得如此反常 夜浪浪听后 满不在乎擦了擦鼻血 手里还嘚瑟地转着钥匙圈 预管是说了 为了感谢他超书工不可没 勉强英语进入练丹阁 只要是他看上的丹药 都可以随便拿 可眼下吃了不识货的亏 只要三师兄愿意指点一二 那得来的好东西 咱俩可以平半分 血雨没忍住嘴角一抽 小师妹居然能在铁公鸡身上拔毛 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既然盛情难却那为兄 岂能扫了一番美意 不过他负责带路 狠狠载一笔的同时 也不能亏待了他 夜浪浪自然说到做到 转眼愉快地决定后 两人撒腿跑到练丹阁 还专挑贵地拿 尤其等捕灵七支伤口的丹药 更是拿到手软 没想到满载而归的三师兄 还真挺识货 果然选择带你出来 是个最明智的决定 看着一路哼着小曲悠闲离去的身影 站在门后的丹丰丰主 都快气地吹胡子瞪眼了 要不是看在他们有钥匙 又是清传弟子的份上 肯定一脚 把两个贪得无厌的小兔崽子 踢出门去 见前眼开的小师妹 先督促小师妹修炼的薛鱼 刚开始还疑惑 好端端的房间 怎么贴得乱七八糟 可待了一会儿 居然发现 看似平平无奇的福祉 居然能将灵气聚集 跟后山禁地的相提并论 叶浪浪还不想暴露 她底子并不差 又偷偷以睡懒觉 实则躲在房间努力的另一面 无奈面对三师兄的疑问 只能有意无意地敷衍着 薛鱼看着不思进取的小师妹 有些担忧 如果现在不倾家苦练 那等到半年之后的宗门大笔 可该怎么办 难不成站到台上说 你不行 让他们手下多留点情 叶浪浪点头回应 虽然她也很想做师傅眼中的得意地 但生物中却在告诉她 应该上床睡觉了 看着小师妹掀开被子 说睡就睡的架势 薛鱼也是恨铁不成钢 难道刚才苦口婆心说了那么久 居然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 她本想把人叫起来 再啰嗦两句 可听着呼噜声都传出来了 还是拾去地赶紧离开 可别扰了小师妹的好梦 转眼到了干饭时间 就数叶浪浪最为积极 难得今天跑得快抢了四个馒头 应该能吃得满意地打了个宝格 突然耳后传来嘀嘀咕咕的声音 被她听得清清楚楚 听闻那个不干正经事的小师妹 跑到丹丰 搜刮了好多值钱的东西 而且还得到了 预管是本人的亲自允许 若咱们也有那个富贵命就好了 只可惜 凡事都得靠自己 叶浪浪本来听到这里 还算一切正常 可忽然听到 有一个人刚刚练好了两颗药丹 如果能趁着师兄不备 偷偷溜下山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到时候 大鱼大肉全都有谁 还坐在这里啃馒头呀 叶浪浪听后 整个人激动地原地跳起 凑上前本不该偷听两位道友说话 可你们刚才说 成为丹修 只要好好练丹 就能挣到好多钱 是真的吗 只见两人点头回应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 但凡事都要分个品级 只要修为达到一定高度 便能轻而易举地练出回临丹 那东西可老值钱了 叶浪浪想来 所有人都知道剑修穷 那他为什么不偷偷试着练出丹药 拿到山下去卖呢